只有一個兒子啊 他兒子不繼承他的家業 你說那個 他父親哭不哭啊 哭不哭 哭啊 所以 所以那個時候 阿南就 把這個佛祖哭的 意思告訴大家 大家就這樣子說 跟我念我要成佛 我要成佛 我要做菩薩 我要佛度眾生 要不要這樣子啊 那這樣子講了之後 哇 佛頭放光啦 哇十方世界震動啦 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 眼鏡看不到的都看得到啦 走路不能走的都可以走啦 殊不殊勝啦 菩提心是妙寶啊 所以這個叫做 菩提的出離心啊 那懺悔 剛剛有跟各位講啦 大病 不知過 不知道過錯 造罪還不知道 殺生吃肉 唯有大惡 大惡是什麼 說是非啊 不要再說人是非了好不好 大家要不要講話 大家要不要講話有力量 大家要不要同理大眾 大家要不要變才無愛 大家要不要講話人家馬上就承辦 要不要 所以口業很重要 不說是非 兩十二口 等等 那 什麼是佛法的藥呢 忏悔是藥 改過是藥啊 所以忏悔重不重要 忏悔有三種含力 跟我唸一遍 話苦為樂 去暗向民 轉帆成生 像那一天 我在台北 我們拜 梁黃寶燦 裡面有這麼一句話跟大家分享 我覺得很好啊 我受用很大 他這樣子說呢 跟我唸一遍 救苦為之糧 解怨為要行 什麼叫做救苦為之糧 救苦就是慈悲啊 慈悲你就有成佛啊 慈悲你就有辦法幫助一切啊 要不要慈悲啊 慈悲的敵人是稱恨啊 發個怨好不好 一生氣就拉肚子好不好 一生氣 就講不出話來好不好 一生氣就塞啊好不好 能不能辭 太好了 我好高興喔 比你們還高興啊 要敢發怨啊 救苦為之糧 解怨為要行 解怨為要行就是要懺悔啊 修學佛法的人 不希望有障礙對不對 所以你要先處理你身上的怨慶在處 你要先 知道你祖先得度了沒啊 所以祖先沒得度 你修行有障礙 願慶在處沒超度 你離命中的時候 那一隻豬就來啦 那一隻豬就來啦 那一隻雞也到啦 有沒有 人家生病的時候 快要離命中的時候 不是我 不是我 那真的不是你 就是你啊 他有講話你聽不清楚而已 他講什麼話 跟我那一遍 華成輝 我都認得你 是不是啊 你們有去註念結果 他不知道在背什麼 他看到牛頭馬面 他看到願慶在處 看到那隻豬啊等等 解 倫為要行啊 所以 懺悔 化苦為樂 懺悔完之後 諸佛加持 冤親在處就原諒 病就好啦 懺悔有 五種功德呢 哪五種跟我念 沒有在處 沒有磨難 心想事成 諸佛加持 一切成就 這是第一個 化苦為樂 災難消除了 第二個 去暗向民 懺悔完之後 要不要守戒啊 要不要 要啊 不然你 懺悔完之後 你又吃肉 你又殺生 你又 那你 夜眠完沒了啊 你要冤親在處 原諒你 唯有 懺悔完之後 持戒 斬草要除根啊 對不對 第三個轉凡成勝啊 那 懺悔完之後 延遲戒律 不傷害眾生 更了解 眾生皆無父母 所以我們發願 生生世世 不要離開他們 好不好 生生世世 幫助他們 好不好 就是這樣子啊 所以 小平的懺悔 痛哭流涕啊 痛哭流涕 怎麼得癌症啊 人家不會我會啊 人家講話都很清楚 我講話怎麼 結巴 你看我這樣我 戰略有沒有結巴 我以前結巴的 一句話就講不出來 打電話 我最怕去 外公外婆家 你不會嫁阿公阿嬤 嫁不出來啊 然後去上班 喂喂你是誰 喂喂 講不出來好痛苦啊 苦液造得重啊 我要奉勸各位 不要造苦液啊 痛苦來的時候 業障現前的時候 是怎麼樣的情況呢 各位那邊 無奈 無力 又無助 真痛苦啊 所以菩薩 為陰 眾生為果啊 不要造惡液好不好 小 小品的懺悔 痛苦流涕啊 這個淚水可以洗出一切的業障啊 你業障消除了 你那時候佛陀的叫法 清涼啊 小品懺悔 中品懺悔 叫做 毛孔之術 因為這個惡液讓我們很苦啊 所以你懺悔的時候 大家有沒有這個感覺啊 身體會發抖 有了舉手 有沒有這種感覺 真的如此 最為殊勝 你懺悔的時候 你發抖 你這個惡液就從你的毛細孔 八萬四千個毛細孔都流出去啦 惡液消除了 上品的懺悔呢 七孔流血 為什麼可以消夜 因為佛陀這樣說 惡液沒依靠 懺悔有依靠 懺悔要依靠誰呢 三寶為依靠 惡液沒有依靠啊 所以 為什麼會 受苦 因為深口義造 罪名為業 業影響了有煩惱障 煩惱而 造業 有業障有暴障 所以我們懺悔 不但為自己懺悔 也要帶領企業眾生懺悔 更加為父母懺悔 所以有這麼一句話 小品的懺悔為自己 中品的懺悔為父母 上品的懺悔為所有一切受苦眾生 所以大家要不要改變命運 給我念一遍 自利 法利 他利 自利就是 懺悔業障 法利就是 延遲戒律 他利就是 慈悲眾生 那希望大家改變命運 每天都要這樣子如此 我們要趕快精進 不然重生太苦了 所以 我有時候身體不好 因為累 乃至於 長在台灣 為什麼 活動要排那麼滿 訓練 慈悲 做功德 累積之良 因為這個事件少有 跟著師父的腳步 正希望我們 把這個傍晚在這的力量 帶去獨奈場 正希望把我們佛號的功德 帶去殯女館 他們就得度了 所以今天很高興 短短的時間 跟諸位 結善員 希望大家 道業精進 永不對傳 大家極樂世界見 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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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暖的阳光普照大地 微风轻浮合体两旁的芦苇 涓涓细流缓缓流过 坐落于屏东县岩浦乡的屏东岩浦护生狗园 隶属于海涛法师志业台湾救狗协会所属的狗儿收容机构 四周环境清幽的园区内 共收养了856只狗儿 一踏入园区映入眼帘极为慈祥的地藏菩萨圣像 守护着这片有爱的净土 随即而来的便是狗狗兴奋的叫声 许久不见外人参访的狗儿们 轻声欢喜地跳上跳下 尾巴也随之摇摆 似乎在与来者热情地打招呼 不同于其他的收容中心 岩浦护生狗园专门接收 因生病衰老受虐而遭人遗弃的狗狗 多数有着残缺的肢体和受伤的心灵 其实它们原本都具有丰硕的体毛 以及健全的肢体 也很喜爱亲近人类 却因为老病或虐待而惨遭丢弃 受到伤害的狗儿们 除了身上显而易见的伤痕或残缺外 心灵上更留下深深的阴影 因此在照顾上 工作人员必须付出更多的爱心与耐心 佛陀说 众生平等因慈悲相待 一花一草一树木皆有其灵性 更何况是有血有肉的动物们 所有的生命皆具有其生存的权利 都应当受到该有的尊重 期望在天地有情 人间有爱的世道下 得以感召更多大众加入爱狗的行列 让人类最忠诚的朋友 免于遭受生命威胁 能够自由自在 无拘无束地展现他们的活泼天性 体现生命应有的价值 除了感谢海涛法师慈悲的大爱 打造毛孩们快乐又温暖的家园 也要感谢辛苦的工作人员们 总是不辞辛劳地亲自照顾狗狗们 使不同的身心灵状况 去评估照料的方式和环境 并秉持着佛陀的教法 用爱心灌溉这片大家园 为让此殊胜的慈悲善行生生不息 永续经营屏东严谱护生狗园 台湾救狗协会陈智底邀请您 一同加入护持的行列 让无数遭受遗弃以及伤害的狗儿们 能在屏东严谱护生狗园里获得重生 西记得以共同实践佛陀 爱护一切生命的慈悲本怀 并成就救护生命的伟大功德 护持话播帐号50016766 50016766 护民台湾救狗协会 当六根和六种对应的感官对象六成 相接触时身心可能会受到脑乱和生病 我们必须修行训练六根 不要成为致病的根源 像各位今天就不容易发病了 因为今天我们守八观再戒 不看电视 不享受感官等等 这样以后内心里面就比较清静 不会被干扰 所以八观再戒 第一个就远离病苦 消灭罪障 但是现在我们不为自己了 清静的保持这种六根的清静 然后呢就可以回向给病苦的人 回向给这个世界 各位要训练自己 训练自己 所以大部分人 有些人还喜欢保留一点点他自己的喜欢 我喜欢吃很辣很辣 我喜欢听很好听的音乐 我喜欢穿穿漂亮的衣服 那你的六根就又乱掉了 这个魔就会透过你任何一根的放异 就侵入你了 所以我们一定要让我们的六根 接触到外面的红尘色身香味触法 要让清静 不起心动念 这样以后身心清静 健康 事情也圆满 Zither Harp 生命是一趟感恩之旅 生命电视与你 一同幸福祈福 圆满生命 生命电视与你 一同幸福祈福 圆满生命 接下来请收看海涛法师心灵讲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